许多人注意到金正恩的身体并不好 而且人们注意到她和妹妹的感情很不错 目前她的妹妹担任的职位 是北韩劳动党中央第一副部长金正恩 在过去北韩 女性几乎不可能担任重要的领导者的情况 完全不同 她很年轻 她很神秘 她很骄傲 她尽量把自己保护起来 让大多数的人并不了解她真的状况 目前为止 她只有24岁 可是似乎已经很懂得如何掌握一个女性 如何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 她的特征是 她尽量把本性隐藏起来 也尽可能保持神秘感 不和外界接触 一旦谈话非常强异 2011年12月17号 北韩前领导人金正日 因心脏病去世 当时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她的接班人金正恩身上 没人知道站在金正恩后面 这个哭得伤心的年轻女孩是谁 At that point I had seen Kim Jong-un in person I didn't see any sign of his older brother or his younger sister I never saw either of them at Kim Jong-il's side in the last year of his life which was when I was in Pyongyang I never saw certain her Dieu Cause I believe Kim Jong-un 金与正为何能获得金正恩百分百信任 可能与这段在瑞士一起生活了四年的经验有关 1990年代中期 两个来自北韩的孩子 以使馆人员子女身份 到瑞士伯恩当地学校念书 这对兄妹成长为青少年后回到平壤 过了几年大家才知道 他们名义上的父母 其实是金正恩的阿姨和姨丈 他们照顾完这对兄妹之后 决定投陈美国 金正恩继续 有很多共同经历也表示 金与正曾在哥哥寂寞时陪在他身边 因此金正恩上台后 自然比其他人更相信这一个小妹 金与正也因此在短短几年内 从劳动党组织指导部科长 晋升为宣传部副部长 没多久又变成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正式进入决策核心 2018年2月 金与正和北韩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开幕式 成为第一位踏上南韩国土的 北韩金氏家族成员 当时同行的北韩最高官员 是政治局常委中排名仅次于 金正恩的金永南 但当金永南和金与正 一起进入仁川机场贵宾室 金永南不敢先做定位的 这幕场景 让大家清楚知道 这位北韩红公主才是真正的老大 金永南不敢先做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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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韩国的航空室 她知道 摄影机场在每个地方 而且报道者在拍摄她 想要追求她每个动作 她一笑容 一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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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她不敢说她的头发出事 當她在 VIP室的房間,她,在入住室,她就看了兩三個地方 像這樣,她沒有轉她的頭髮,她沒有看著她 她看著她的困難,她看著她的困難 這就是從訓練 我可以看到 Kim Yo-jong在近的位置 她是非常靜的 se was afraid of making a mistake even though she didn't speak much I felt that she had a lot of authority for someone her age She was used to being treated as a high-ranking person but I couldn't see behind her mask She tried to hide her personality as much as possible 在刻意营造的神秘面纱下 金与正这几年更塑造出 对美国和南韩的强硬冷酷形象 负责对外事务的她 在2020年下令 炸毁位于开城的 两韩联络办公室大楼 只因为不满南韩民间团体 空头返北韩传单 她还扬言要对北韩口中的 美国殖民地南韩洞部 让美国总统拜登 无法安稳入眠 未经许会更加热烈 未经许会更加热烈 它是很可能的, Kim Yo-jong會選擇了他的位置 在這個社會, Kim Yo-jong,子女的 Kim Jong-il 比其他官員更多的權力 無論她的公司名稱, 她是第二名在北韓國的二人 只是留著白頭山金氏家族邪脈的北韓紅公主 不僅金宇正一人 金正恩去年11月視察洲際彈道飛彈發射場時 她身邊的紅鞋女孩多下了所有的目光焦點 她是年約10歲的金主愛 也是唯一對外亮相的金正恩窒息後代 金主愛在官媒的曝光程度有增無解 她在國慶閱兵典禮上捧摸父親臉頰 穿著改良軍裝陪金正恩視察海軍 最近在慶祝成功發射衛星的慶功宴上 還跟金正恩一起聆聽 細看官員報告 難道金主愛被內定是下一任領導人嗎 有研究北韓的專家發現 金主愛剛出現在官媒報導時 被稱呼為尊敬的子女或親愛的子女 但勞動黨組織指導部最近稱金主愛為朝鮮新星女將軍 這是北韓第一次對領導人的孩子使用朝鮮新星的稱號 叛變的北韓前駐英國公使太永浩分析 北韓對金主愛的偶像化工程顯然更進一步 也意味著金主愛已踏上接班之路 但這條道路上的最大障礙很可能是他的親姑姑金與正 但也有情報顯示金正恩其實還有兩個孩子 其中至少有一個是兒子 而且年紀比金主愛大 他或許正在暗地培養這個兒子 所以不管是金主愛或是金與正都只是先放出的煙霧彈 畢竟從金正恩上台後種種作為來看 他曾下令處決親姑丈張成澤 派人暗殺流亡海外的同父異母大哥金正男 台面上任何可能的接班人或掌權者 只要踩到金正恩的紅線 到最後都會有難以預料的下場 是請說看今天文獻的十字寶 我今天是歐洲寶 我們明天見 走開 走開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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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